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邀訪扭澳訪中 突圍美國印太訪憲嗎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叫方潔 選前最後的黃金週日 今天現場要帶您來看到 三大黨主席力拼最後衝刺 首先看到民進黨 今天晚上在桃園舉辦 延續五星光榮黃金勝選之夜 包括了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桃園市長鄭文燦 嘉義縣長翁家良 還有基隆市長林宥昌 都會現身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將出席台北市政府附近 舉行的偉大市民挺姗姗造勢活動 力挺自己支持的 五黨籍市長候選人黃姗姗 而現在畫面上看到 這個是前台北縣長周錫瑋 但是今天在這一場 是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協同拼連任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在新莊舉辦的 是時候了團結造勢晚會 我們現在來看到選戰最後的超級星期天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今天舉行了騰襲台北 為愛而走大遊行 隊伍一路從陳時中的進總出發 橫跨三個行政區 最後抵達台北市政府 現場支持者擠爆了 揮旗呐喊 氣氛非常的熱絡 現場突破了十五萬人參加 而終點站在台北市政府廣場的造勢上 總統蔡英文也清零致詞 喊話選民 肯定蔡英文票投陳時中 親自引領遊行隊伍出發 陳時中走到哪 動蒜生如影隨行 還沒起步就被支持者團團包圍 氣氛有多熱烈 陳時中的表情說明一切 訴求正面能量打選戰 選前超級星期天 陳時中號召群眾為愛而走 陳時中走 不只太太孫婉玲悄悄加入遊行行列 一百公百業績十二行政區 規劃成不同顏色 主題的六大隊伍集結 現場人潮一路從競選總部向外蔓延 陳時中走 陳時中所到之處 民眾駐足搶拍照 揮舞旗幟和加油棒夾到歡迎 隊伍浩大一路從總部沿著中秀東路 一線路松高路前進台北市政府 橫跨北市三個行政區 不到下午五點突破十五萬人參加 還有重頭戲在這裡 今天看起來 比我選總統的時候還要熱 雖然這個場比我選舉的時候還熱 我一點都不在意 因為我也很想台北市要贏 請大家說對不對 總統排出動替陳時中催票 目標讓2020年光榮延續 就像2016年 2020年兩次總統大選 超過一半的台北市民 把票投給蔡英文 肯定蔡英文票投陳時中 支持小英在未來兩年任期 繼續把事做好 夠好台灣 給台北來堅守台灣價值 給台北來鞏固蔡英文路線 台北市場選戰的最後一里路 陳時中全力衝刺 麗拼在藍白夾沙下 殺出寵圍 靜秀黃新朋友中和孟哲 採訪報導 除了大型的造勢之外呢 到市場掃街還是必要的 所以前一天國民黨候選人蔣萬安的妻子 到內湖的虎光市場 拜票 今天上午陳時中跟出身這個內湖本命區的 五黨籍候選人黃珊珊 也是一前一後的到虎光市場拜票拼人氣 不過針對衛福部長薛瑞源再爆料 說陳時中現在仇恨值會這麼高 是因為在疫情期間 不跟前客買疫苗 擋了人家上億元的財路 所以才會被攻擊 國民黨蔣萬安反而痛批薛瑞源 為了護航陳時中 編了一個最大的謊言 大大擁抱還不夠 派照簽名也不能少 陳時中搶攻胡光市場 指導黃珊珊本命區 才到市場口立刻出現抗議聲 但手繼續握再拉票 因為同一上午黃珊珊也來了 回到深耕二十四年的港湖 黃珊珊興奮藏不住 不僅對市場小吃如數家珍 看見選民各個都是朋友 也全力拉抬子弟兵陳又成 綠白路站戶別苗頭拼忍氣 但陳時中遇到抗議 難道仇恨值跟採購疫苗有關嗎 衛福部長薛瑞源透露 陳時中在部長任內擋人財路 不跟前客買疫苗 擋掉了多少這種疫苗片子 他的利益 每一筆都是上億的幾千萬的 這些人就可能懷恨在心 然後藉由電子媒體 藉由平面媒體 藉由網路媒體就開始攻擊 薛瑞源今世一爆 讓敵對陣營撿到槍 薛瑞源為了護航陳時中 在這次選戰當中 編了一個最大的光 如果現任部長說有前客 前任部長擋了 那就是前任部長說清楚啊 如果要公布任何戲份納責 可能是這樣的話 可能就要請教部長了 我們現在在做選舉 選前黃金週末 藍白不約而同 黃采陳時中的防疫痛點 近新聞黃宣李怡婷 蕭宇志 鍾成良 採訪報導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令拼連任 今天晚上舉行了 新莊五股泰山領口大團結的晚會 現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上台了 來看現場最新的狀況 未來的開始 這個市長變得大家的慷慶 讓我們有靈感 有考驗 有經驗 這個會的好選情 可以投選 這一就是民主 台灣的民主絕對 不是民進黨說 民進黨做主 台灣的民主是我們 八成來做主 民進黨做主 來個節目 林靖東現在選到要看一看 我跟台灣說的 看到他最後都只有一部 叫做什麼 叫做奧婆 報到 各種事都是 不是我 就是我 每一種事都一樣 所以 我們的新北市 最好這幾天 大家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民進黨只剩一部 叫做奧婆 我們一定要小心 另外 每一個地方 我都拜託大家 剛好在國雄 我也拜託 說你有良心 你新北市 也一定要出來投票 一定替我們取票 我們也一樣 我們現在 所有大新增的鄉親 我們每一票 一定要出來投 每一票 一定要出來當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千萬 千萬 第二 千萬 人 老幾 每一票都要出出來 我們可以因為 大家說我們很穩 我們一定每一票都要出來投 好 讓我們的好友誼 付我做事的好友誼 高票連任好不好 好 好 讓我們行政支援 我們國民黨 提名的好選擇 我們的議長 可以投票連任 來說好不好 好 好 人家議長 都聽說 他要換公票 因為 他應該要做公票 但是 他很欠義 他說成長票 他要動選 剩建築也要動選 代曉宜也要動選 代曉宜也要動選 黃正濤也要動選 還有我們主持人 我們的洋水費也要動選 好 胡佛玉也要動選 對 我們主持人都要動選 除了我們大型中地區 我們歸去的選 我們的眾民眾也要動選 好 雖然現在場面小小有點尷尬 因為朱立倫可能會對二零二四有興趣 而侯友誼這次如果答應三十萬票 也可能會只攻二零二四 但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我們現在還是盡手本分 在台上努力得為侯友誼拉票 要希望讓他高票領任 而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日前為了展現破釜沉舟的決心 宣布請辭立委職務 力拼市長大衛 而現在中選會也決議 蔣萬安這個立委的缺額 會在明年一月八號進行補選 但是很快 這一次大選投票之後兩天 十一月二十八號就要登記了 所以到底誰會地補 現在也備受關注 日前消息曝光之後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阮交雄 是第一個宣布要參選的 而今天狀獲台灣聯盟創辦人 吳怡農也首度表態 將會以參選為方向去爭取 捲起袖口當麥克風首 吳怡農講整路不怕累 吳怡農一路陪著要拼連任的 中山大同議員林亮君車嫂 也為了自己的選舉來暖身 我個人當然是以參選的方向來規劃跟爭取 頻頻被點名終於鬆口了 爭取的是講完請辭立委之後 空出的第三選區缺額 畢竟上一回2020立委選舉 吳怡農在這失利 這回要捲土重來 六天後我們必須 讓這麼困難的一個修憲案 讓他成功過關 所以我們這是大家 現在一直在努力的 不是個人之後後面的補選 但這場補選戰役 可是近在咫尺 中選會公布 十一月二十八號開始登記 一月八號結果就會出爐 為期短短三十八天 尤其民進黨先後有議員 阮昭雄表態參選 還有梁文傑不排斥披上戰袍 本黨如果有其他的人選 對於立委補選 有繼續爭取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至少表示本黨 對於這一席的立委補選 是勢在必得 如果徵召到我的話 那當然也是要上戰場 因為也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話沒說死 因為眼前他還要競選 議員連任 其他人同樣有任務在身 現階段一一二六攜手衝同一票 但一一二八號好戰友隨即便競爭對手 另一場選戰馬上就要開大 進行為李廷中成亮採訪報導 爭議不斷的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昨天晚上造勢場合邀請了前新竹縣長 范正宗幫忙站台 范正宗在台上大罵 前新竹市長林志堅很少回家陪家人 就是不笑 甚至指控林志堅跟前新竹副市長 沈慧紅一起貪污 現在林志堅 沈慧紅忍不下去 要對范正宗提告 前新竹市長范正宗出席高鴻安造勢這段話 讓前新竹市長林志堅氣到半夜 PO臉書反擊 還話選舉要有人性 質問為何邀請有貪污定業的人助講 並炮轟自己因工作犧牲與家人相處 卻被消遣不肖 高鴻安還沾沾自喜 這樣的人不適格黨市長 但更讓林志堅生氣的還有這段話 你當副市長 你的市長怎麼貪污怎麼貪污 你應該看得清楚 他已經學會了 我已經給他當選 他都跟林志堅一樣 請為你們仇恨的言論道歉 請為你們二職的抹黑道歉 同時我也將採取法律行動 沈慧紅氣到時不時深呼吸 團隊和林志堅揚言提告范正宗妨愛名譽 還有意圖使人不當選告訴 范正宗前縣長過去有相當深的 在民進黨的資歷 對於過去在這八年來講的話 這個大新竹新竹市的 這樣子一個執政上 他確實有很多的一些不太滿意的地方 所以我想他昨天的發言 可能也是有點過於激動 高鴻安出面幫緩家 但自己的爭議恐怕也得好好回憶 四長毛臉書PO文 高鴻安在群組貼出 宣明志的私人訊息 要幕僚們參考宣董下達的指示 改新聞稿 結果最後整篇文章 大概只有標題一樣 幕僚還回覆說 這篇應該符合宣董的期待吧 對此宣明志僅回應 有任何不法不當不妥敬請私教 高鴻安爭議一裝裝 直到選戰結束 封城之戰 恐怕都將會是外界注目焦點 新新聞林家縣林玉成財報報導 不過昨天在高鴻安的場子 又有一個爭議了 比方說像王世堅的一票到底要投陳時中 還是黃珊珊 讓他被不少民進黨員質疑 人在曹營 心在汗 但是現在卻有國民黨人 直接支持高鴻安 這是國民黨籍新竹市的副議長余邦彥 昨天晚上現身在高鴻安的造勢場合 讓棄林寶高的聲浪持續發酵 甚至還傳出余邦彥 幫高鴻安揪了75個里長來力挺高鴻安 但是現在又被踢爆 名單上疑似有碰風 因為這個名單用里長候選人充數 甚至有人名是重複的 甚至連被掛名的里長也出面指控說 根本沒有人問過他 他就被掛名了 實在莫名其妙 朱立倫 林根仁還有韓國瑜 拜託拜託 和主席朱立倫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一同車掃林根仁滿臉春風 要凝聚新竹藍營士氣 但同一時間 就在朱涵林合體掃街時 自家立委政政前 林維州還有新竹縣長楊文科 卻跑去和高鴻安一起開心看球 但倒戈戲碼不止這出 林根仁動算 19號晚上 國民黨七線是大會師 輪到新竹林根仁雙手舉高 開心沉浸在動算身中 但這時他的競選總部後援會會長 于邦彥仁在這 非常重要的貴賓 我們的于邦彥副議長 還有陳契元議員 自家啦啦隊變成敵營的貴賓 實在尷尬 黨中央拼命營造團結泡泡 卻不斷被基層給戳爆 有里長根本沒有到場 卻出現在名單 且有些是前任里長 或是里長候選人 我想這是高委員要回答 林根仁要高鴻安踹共 因為高鴻安說 于邦彥不止自己到 還帶了七屬位里長一起投靠 隔天我非常感謝于邦彥 現任的副議長 還有包含像謝文敬前議長等等 那帶隊帶了相當多的里長 直接到了現場 高鴻安號稱新竹市122個里長 其中有七屬人到場立體 但結果被拆穿根本就是碰轟 有的里長很生氣 他說他正在查民眾黨 新竹市黨部的電話 我沒有同意你用我的名字 然後你把我的名字 掛在你的肇事晚會上 昨天晚上有多少的里長 接到里面的來電質疑 你怎麼可以去挺一個 涉攤的高鴻安 網紅英帝大帝也說 根本就是碰轟 名單中有的是 用里長候選人抽數 有些甚至名單重複 我真的聽得莫名其妙很生氣 也沒有經過我們同意 也沒有什麼 你就列上這個名單上去 我覺得這一些都大可不必 因為昨天的畫面 已經證明了一切 但隨著更多里長 跳出來澄清 恐怕也讓市民 為高鴻安團隊的信用 打上問號 第新聞 李嘉賢林玉璇 張靜雯 採訪報導 而回到台北 無黨籍候選人黃珊珊 今天晚上舉辦 偉大市民挺珊珊大造勢活動 除了台北市長柯文哲 前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 都來立體 帶您看最新的狀況 有人比他更了解台北市嗎 沒有 有人比他更認真嗎 沒有 有人比他更了解 在這場疫情當中 既成所受的痛苦嗎 沒有 在去年三級警戒 最危險的時刻 我和黃珊珊分工合作 當我去醫院 去聽那些醫護人員的需求時 他就在各個社區的快篩站 特別是剝皮療 去現場解決每一個現場發生的問題 在這裡 我要跟黃珊珊 跟我們的市民朋友 都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們 讓我們撐過 防疫期間最危險的時刻 我要謝謝你們 因為你們和黃珊珊陪著我 克服了一關又一關的困難 你們就是我的團隊 能夠成為你們的隊長 是我這一輩子最光榮的一件事 這八年來 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 創造了許多的成就 所以你們朋友 如果你喜歡 我們已經有了一百座的特色公園 和共榮式遊具場 請你支持黃珊珊 因為他會繼續這一個政策 十文旅三旗公辦都更的住戶們 還有水源二三旗 南機場 信尾整宅 那些期望 能夠公辦都更 改建他們那些破舊房子的人 請你支持黃珊珊 因為他一定會繼續公辦都更的政策 不管他有多困難 使用1280月票的市民朋友們 請支持黃珊珊 因為他會繼續推動公共運輸的政策 曾經參與2017世大運的市民朋友 如果你還記得那一份參與感跟光榮感 請支持黃珊珊 因為他會繼續推動二零二五世界狀元運動會 在過去八年我們的公共化脫育政策 因為黃珊珊有二十年這個議員的經驗 又有兩年副市長的經驗 尤其在這個防疫期間呢 是幾乎臺北市到處走透透 所以柯文哲在今天這個這場造勢活動的演講 也特別強調黃珊珊對臺北市的理解 認為他在之後會推動更多 對臺北市有益的市政 而今天晚上民進黨的部分呢 則是在桃園舉辦了 延續五星光榮黃金勝選之夜 包括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 桃園市長鄭文燦 嘉義縣長翁張良 基隆市長林宥昌都現身力挺 來看現場最新的狀況 在文燦市長的任內 龍潭高原交流道已經通車了 楊梅孝乾交流道也已經通車了 南坎多一套交流道 中正北路如新南路也已經通車了 未來我們交流道多三個 巴德大英豐德交流道 桃園中路交流道 中立中風交流道 我們交流道再加三個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建設壓有多大 不只照顧桃園市民 我們身為基北美桃首都圈 我們身為製造業的重鎮 交通的樞紐 我們也要推動首都圈通勤月票 1200 讓所有首都圈的1200萬人 我們通勤更省錢 通勤更方便 大家上班上學生活 通通更便利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些都是大的建設 運棚還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照顧要更細 鄭文蔡市長 照顧到每個人 我們還要更細緻 運棚的經驗 我告訴大家 十年前 我還不 那時候 不是立委 我的兒子 得了腸病毒重症 我媽媽在這裡也知道了 那個時候 我兒子六歲 得了腸病毒重症 在我身邊就昏迷了 在我身邊就昏迷了 沒有症狀 一下子就昏迷了 我是抱著小孩去消防隊等救護車 一送到急診 一看有腸病毒的病死 他就判斷是腸病毒的重症 後送台大醫院 台大的急診室 已馬上開出命危通知 看運氣 看運氣 我很幸運 我很幸運 那個時候我兒子 在台大的照顧之下 五天出院 順利康復 但是我問醫生說 那如果小孩子 沒有康復 沒有復原怎麼辦 醫生告訴我 很多人這樣少了一個兒子 很多小孩子腦性麻痺 我才去體會到 老性麻痺的家庭 這些罕見疾病的家庭 我在公園裡面看到他 小孩十幾歲二十歲 天氣很好 推著輪椅 讓小朋友來公園曬太陽 還要照顧他 很多這樣的家庭 爸爸媽媽不能工作 兄弟姐妹一起照顧 他們變到另外一個循環 讓我體會到 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朋友 都有最脆弱最需要照顧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告訴自己 如果我有機會 回來政壇 擔任民意代表 服務大家 最弱勢的那一位市民 最弱勢的家庭 我一定要照顧到 照顧要細 建設要大 每一位市民朋友都有需要 而由於在六都之中呢 國民黨現在已經有兩個縣市 現在希望能夠拿回台北跟桃園 因此台北跟桃園 對民進黨來說呢 也是必須要守住的地方 所以下午民進黨的這個候選人 陳時中在台北有遊行 晚上有造勢 蔡英文呢晚上出席之後 之後呢就趕到桃園 要幫鄭運鵬站台 所以在桃園這裡包括總統 副總統都要出席 最新的狀況 我們稍後持續帶您來掌握 照顧要細 要細到什麼程度 都在晚上的造勢活動之前呢 今年國民黨在桃園的候選人 張善政請跑市場敗票 而剛剛看到的鄭運鵬 則是找來立委余天 一起上車掃街 一拜 二拜 到二選前黃金周 鄭運鵬在拜廟求勝選 綠營要顧好基本盤 攜手立委余天 固守北桃園票倉 余天這個委員 他在立法院民進黨黨團裡面 他的分量跟柯建民總召 一模一樣 那我一聽說 昨天有運鵬的競選團隊 有打電話給我 然後說好 我一定過來 廟前跟選民握手合照還不夠 兩個人再出發 上車掃街 展現親和力 車隊才剛出發不到五分鐘 立刻收到選民準備的能量飲料 以及麵包 預計車掃從北桃園 一路往南到中壢 拉抬選票 造勢晚會地點就選在 藍營的大票倉 工作人員馬不停停擺放旗幟 因為晚間出席的有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桃園市長鄭文燦 那我們五星執政的黃金勝選之夜 我們是用成績來請市民朋友們 讓運鵬來延續這個五星級的執政 對手張山正同樣請跑陸戰 握手沒雙選民的手 繼續隔空開牆 對 這次桃園的選舉 的確是重中之重 這個凸顯了桃園的重要性 也就凸顯了說為什麼國民黨 把我徵召出來 讓我能夠來幫大家一起來 把桃園變成藍天 藍綠對決桃園兩邊陣營不約而同 在選前最後一週舉辦造勢活動 要凝聚士氣 創造 勝選氣勢 我們要看他們的下一步 民進黨大咖現在都在全力拉抬 但是內閣在大選之後 通常都會進行不同幅度的改組 所以被視為接班T4的桃園市長 鄭文燦 基隆市長林又昌 還有屏東縣長潘孟安 都要現任了 轉身他的下一步會在哪 再加上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也被點名是內閣熱門人選 但是這場入閣期中考 每位主角的態度又都很曖昧 所以就更加備受矚目 吃飯時間 逐桌拜票 上下班時間到公車站拜票 開門做生意來者不拒 更可以拜票 確診隔離七天後 林又昌出關 恨不得跑遍基隆 拿著麥克風走在前頭 卻時不時把跟在後頭的菜市印 推向選民懷抱 拼基隆交棒 林又昌襯衫的漸層 紅色是汗水不是雨水 讓三號鄭運棚坐大家的靠山 站上宣傳車 一站就是三小時 走進市場每一雙手都不放過 鄭文燦也要把鄭運棚 推向選民懷抱 基隆林又昌桃園鄭文燦 這兩個人都在拼交棒 也都在拼任滿後下一個新工作的面試 不會去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我想過去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未來也是如此 我想在選舉期間 都是這個很多的口水 很多的這種選戰的這些討論 潘夢安是三位將卸任的 執政縣市長中較能安心的一位 如果蓄手屏東版圖 同樣也有入閣門票 就算對手是堅若磐石的侯友宜 林佳龍敗票也沒有一天鬆懈過 林維受命接下參選新北市長的棒子 蔡英文請脫的這份恩情 在11月26號後 也可能轉為入閣門票 選數就歸零 但是如果不讓我選數 去做別的事情 那就讓我選贏 林佳龍說的是 陳全侯友宜票投林佳龍 卻被改編成 票投侯友宜陳全林佳龍 說這話的人是朱立倫 政壇老江湖當然知道 執政的民進黨 11月26號後 會有一波卡位戰 選舉的成敗就是表示 對當下政策的一個潛討跟反省 那不只民進黨 所有的政黨 事實上都有類似的一個情況 那至於過去的例子 每一個情況都不完全一樣 有時候是為了穩定政局 所以並沒有內閣改決 有時候是為了表示 是政治責任所有內閣改組 所以沒有一定的慣例 說一定選舉結果是跟 這個內閣改組做掛鉤的 就民進黨來說先例還不少 昨天立法院預算已經審查通過 時間已經到了 也是我負起政治責任的時候 2018年縣市長大選 綠營挫敗 當時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強調 要負起敗選責任 隨即宣布內閣總辭 而現在就坐在格魁大位上的蘇貞昌 怎麼會不知道這個道理 政績跟選舉結果一刀切開 不能綁在一起 但他能切斷這些黨內終身代明星 在失業後 人人都懷抱的希望嗎 這樣的尷尬場面 在選舉結果出爐前肯定只會多不會少 浮選的必備道具就是撞球桿 隔魁會不會換人座 就看蘇貞昌打出一桿青苔 還是母球洗蛋 近新聞 李怡婷 郭彥婷 謝宏睿 採訪報導 廣州市十月底疫情升溫 其中重災區的海珠區 延長強化社會面管控 這已經是海珠區第五次延長 全域管控措施了 有什麼反應呢 稍後帶你關心 大家好 我是王必勝 假冒政府機關以疫情紓困 或防疫補償等名義進行詐騙的事件 頻傳 如果收到類似訊息 誤清信 並提高警覺 不要點擊來源不明的連結 請任命政府官方網址 點gov.tw為結尾 不要在網站上留下身份證 帳戶等個人資料 有疑慮可以撥打165反詐騙 諮詢專線進行查證 若想進行防疫補償線上申辦 可以透過衛生福利部防疫補償網站 進行查詢 或是前往1988紓困振興專區 進行了解 讓我們一起多疑多查不清信 杜絕防疫詐騙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間同治夜店 在今天凌晨發生了大規模的槍擊事件 目前已知造成了至少五個人死亡 十八個人受傷 槍案現場目前已經被警方拉起封鎖線 看到至少十一輛救護車在附近穿梭 而由於這是附近唯一的一家同治酒吧 當天又正在舉辦主題之夜 那因為是每年的十一月二十號 是跨性別紀念日 這是為了悼念因為跨性別仇恨暴力 而被殺的受害者 但沒有想到很諷刺的 在這個呼籲大眾反跨性別歧視的日子 竟然又發生疑似恐童仇恨 目前警方已經逮捕了一名嫌犯 也正在釐清他的犯案動機 烏克蘭最近降下了冬季第一場雪 但是包括首都基辅在內的多地基礎設備 都慘遭二軍破壞 所以可能會有上千萬人 沒水沒電 沒有暖氣可以過冬了 但是新任的英國首相蘇納克 在十九號突然造訪基辅 宣布要額外援助十八億元的防空系統 誓言將跟基辅當局站在一起 直到烏克蘭獲勝 只是戰爭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表示 不排除十二月底前進攻克里米亞 那麼到了明年春季 就有望結束整個戰爭了 但這間困時刻英國新任首相蘇納克十九號突然空降基辅 蘇納克首都以音像身份訪問烏克蘭 除了前往哀悼罹難士兵 也重申英國對烏克蘭的支持 再提供新臺幣約十八億元防空軍備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表示 有信心抗戰勝利 事實上近期烏軍戰士告捷 烏克蘭收復赫松當地火車恢復營運 首班列車十九號抵達赫松 酒杯親人相互擁抱喜極而泣 還有大批民眾在月臺相迎 但赫松人民生活短時間內難恢復正常 附近地區危險依舊存在 赫松一溪一處已收復小鎮就傳出 人到救援站遭攻擊 釀五人受傷 俄軍撤離前更是摧毀大量基礎設施 對此 烏克蘭政府宣布很快將協助赫松居民自願撤離 隨著冬季到來 戰事更為嚴峻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預告 烏軍不排除會在十二月底反攻克里米亞 樂觀表態明年春季有望結束烏爾戰爭 在勝利之前就算遭到俄方強烈打擊 烏克蘭也絕對不放棄 進行文告奧婷電話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加拿大的國際安全論壇中表示 中國和俄羅斯正追求一個訴諸武力解決爭端的世界 美國一定會繼續捍衛人道主義和國際法 北京, like Moscow, seeks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disputes are resolved by force and where autocrats can stamp out the flame of freedom as President Biden said this week after hi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there need not be a Cold War 奧斯汀指出中國在台灣周圍的活動 越來越具挑釁應味 共軍戰機幾乎每天都在台灣附近飛行 也對美國和盟國戰機進行多次危險的攔截 所以華府如今已將中國定調為 美國重塑印太區的最大挑戰 華府正在努力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 不過中國現在還在努力控制國內的疫情 廣州市十月底疫情升溫了 其中海珠區更是重災區 海珠區的政府在昨天晚上透過了微信公眾號 發布公告 表示由於疫情還在上升 所以延長強化社會面的管控 一直到二十二號晚上十二點為止 而這已經是海珠區 第五次延長痊癒的管控措施了 有人就分析廣州疫情之所以會這麼嚴重 恐怕是跟當地有超過三百個 估計容納六百萬外來人口的城中村有關 在廣州海珠區隨處可見身穿全套防護衣 俗稱大白的醫護人員穿梭在大街小巷 從當地民眾用手機拍下的影像可以看到 大白們疑似進入確診者的家中 下一秒鐘救護車就來把人接走 類似的場景已經成為海珠區的日常 因為廣州市海珠區19號晚間宣布 強化社會面管控 時間至二十二號凌晨十二點為止 這已經是第五次延長痊癒管控措施 事實上因為廣州解封遙遙無奇 當地民眾先前因為不滿防疫層層加碼 而與警方爆發衝突 而這次廣州的疫情會這麼嚴重 有中國網友分析 應該跟容納超過六百萬人口的 城中村有關 廣州這次很大概率是被城中村給拖累了 廣州的城中村對於病毒來說 簡直就是天堂 全廣州有超過三百個城中村 裡面龍蛇雜楚 往往一平方公里的面積 就幾近十萬人 但由於租金便宜 因此很多外地打工族也只能親身在這兒 而在首都北京 年日來單日新增本土病例突破400例 防疫措施再度升級 北京人口最多的朝陽區 就建議居民本週末靜下來 也就是非必要不出門 盡量待在家裡休息 住家的話肯定還是有影響 因為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 肯定住家的話 都會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此外經典出 遼寧省有兩名貨車司機 未案規定報備涉及疫區的行程 不但兩人確診 還導致183人感染 最近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新新聞 周成傑 周成為報導 回到台灣選情 現在現場正在舉辦 這個偉大市民體山山的造勢活動 黃珊珊上台說話我們來看 我們要迎接首都第一位女士長 黃珊珊 黃珊珊 東帥 黃珊珊 東帥 黃珊珊 東帥 藍綠兩黨 無所不用其極的分化台灣人民 他們只想著政黨的利益 他們想操作仇恨 操作恐懼 操作意識形態 操作現在最惡劣的 惡質的選舉文化 對嗎 對 每一天我們都看到了口水 我們都看到了只問顏色 不問是非 每一天看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 讓台灣人 讓台北人 沒有辦法呼吸 讓我們不唾棄這樣的惡質文化好不好 好 一個政黨說一個政黨是黑 另一個政黨說那個政黨是貪 我講一件最簡單的話 不投黑 不投灘 票就投黃珊珊 黃珊珊 東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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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想要 含血 含淚 含恨投票 如果你不認同 台北是疫情的破口 如果你不想讓 台北再重回 藍綠的惡鬥 就請你 不投黑 不投灘 票同黃珊珊 台北這座城市 我跟著它24年 我看著它從無到有 這8年是我看到它進步最快的時候 那一天我騎了15個小時的車 自行車在台北的街頭 我們到了12個行政區 看著這8年來的建設 我們這些建設沒有舉債 8年還了570億 我們一樣可以做到 8年以前人家做不到的事情 對不對 對 在8年零舉債的情況下 還了570億的債 台北市從1400多億 降到現在800多億 讓下一任的市長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誘惑 跑出了黃珊珊 當然各個陣營都家族 馬力衝刺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民進黨陶原市長候選人 鄭運鵬的這個現場的狀況 是總統蔡英文上台致辭 來看現場 第一 我們運鵬在中央爭取經費 所以桃園的建設 運鵬非常的了解 過去桃園的進步 運鵬都親自參與 文餐的政策和規劃 運鵬最熟悉 大家都知道行政院已經宣布 龍潭科學園區第三期要擴大 我們桃園會成為半導體最先進製成的首選 大家說好不好 世界需要台灣 台灣需要桃園 從一家公司的桃園 到整個產業鏈都加入 會讓我們桃園在地更繁榮 我們桃園成為桃竹竹苗科技狼帶的關鍵 大家說好不好 桃園的進步不回頭 未來還有很多的工作 我們繼續往下推動 文餐打基礎 運鵬繼續衝 已經地形中的鐵路地下化 讓鄭運鵬繼續推進 大家說好不好 已經開始了桃園捷運工程 讓鄭運鵬繼續完成好不好 我們北北基頭首都通 台鐵 客運 公車 U-bike 都可以用 一個月一千兩百塊吃到飽 讓鄭運鵬來實現好不好 還有我們桃園航工程計畫 還有桃園會展中心 我們龍潭科學園區 中原雲區國畫 以及更多的社會住宅要興建 各種建設 合定的要趕快開工 開工的要加速完成 一棒接一棒 讓運鵬順利接棒 讓桃園繼續往前走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好 選舉到了最後關頭 戰況非常緊繃 我們的對手又來 他們只剩下一招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標準答案 你們很厲害耶 這段時間 本來應該要講政績 講政見的選舉 但是對手抹黑鄭文燦 攻擊鄭運鵬 最不好的是 他們完全否定的桃園的進步 很多人告訴我 當對手不斷抹黑鄭文燦 跟鄭運鵬的時候 大家對桃園的選舉 是越來越緊張 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感覺到緊張 請你站出來 用你的選票 告訴我們的對手抹黑沒有用 惡意攻擊也沒有用 好不好 對手的攻擊越遏止 我們就要越勇敢 他們越抹黑 我們就要越理性的說明 民進黨團隊 在桃園的八年成績 絕對可以被檢驗 八年前 謝謝大家勇敢的 給進步一票 民進黨的桃園隊 沒有辜負大家 總統蔡英文也是民進黨主席 今天下午 在傍晚的時候 先幫陳時中站台 再趕到桃園 進行造勢 為鄭運鵬催票 而國民黨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立拼連任 今天晚上舉行的大團結晚會 也來看侯友宜怎麼說 拜託你們 拜託你們 用你們的力量來努力 把你們的地方搖到洞 和在庁的議員搖到洞 還把我這個市長還把我拆開 我市長和大家競爭會 好啊和市民騎道頂 你們就是我心中 最大腳最尊重的老闆 大家搖進行好嗎 好 對齁 我要跟大家拜託 選舉 用一個健康快樂 為了夢 給這個誰 不是馬人 不是土人 不是亂說話 和有一隻四人 不愛做這些事情 我可以讓鳥群 我可以讓早餐 我都會健康走下去 我是台灣小孩 家的菜這麼大 我是受過警校的訓練 我知道 唯有團隊 唯有大家凝聚在一起 唯有新莊人團結 我們才有未來 所以十一月二十六號 請你們 用團隊的精神 用團結的力量 拉票 選票 投票 讓再度台長的各位 全部當選好不好 好 全部當選好不好 好 不分你我 不分任何的 所有的族群請記得 團結在一起 為新莊做事 為新北付出 為國家的未來 撐起一片天 就靠你們了 謝謝 謝謝 歡迎 賭領 都算 豪友姨 都算 2號 2號 豪友姨 都算 豪友姨 都算 豪友姨 都算 豪友姨 一元全能打好不好 好 一元全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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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長也全能打好不好 好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 今天晚上也舉辦了團結造勢大會 而且是由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壓軸上場 接下來我們要看什麼呢 一起來欣賞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 今天舉辦團結造勢大會 他再度提到國民黨對高雄真的不夠用心 還哽咽地跟民眾說對不起 另外請高雄市長韓國瑜壓軸上場助講 說請大家支持陳其邁去接行政院長 柯綠營議員不以為然 開槍說韓科合體就是Key聊聊二人組 選舉前黃金週日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 在橋頭堂場舉辦萬人造勢大會 柯志恩至此時一度哽咽 國民黨對於高雄真的不夠用心 如果我們有對不起所有的高雄鄉親 我願意承擔起所有的角色 跟高雄的鄉親深深地說一聲對不起 柯志恩情緒激動眼眶泛紅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壓軸登場 還送給柯志恩高票當選四個大字 我們支持陳其邁去接行政院院長好不好 好 每年中華民國政府預算 向蛋糕推出來 我們高雄就多切一塊 因為行政院長是高雄子弟陳其邁對不對 前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也來了 這次一改過去溫文形象火力全開 我不認為我們有空轉 他說快快快快快 各位鄉親 他有比我拆橋快嗎 沒有 換他們的食物我們是轉空對不對 對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也到場 營造藍營大團結氣勢 反觀陳其邁沒有出動黨內大咖 勤掃市場跟選民互動 強調一步一腳步 選民比較喜歡的是一個 實實在在做事情的人 那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兩年拼四年 希望市民再給我們 這個再拼四年的機會 韓國瑜前市長如今今天要回來 來幫國民黨市長候選人柯智恩站台 我覺得這兩個人根本是可以倒極打 根本就是氣撩撩二人組 綠營議員開槍韓國瑜 質問他怎麼有臉回高雄 選前關鍵時刻 柯智恩營造藍營團結氣勢 陳其邁跟民眾近距離接觸 搶選票各自出招 金新聞 問陳其邁在大社果菜市場掃街的時候 就被問到對手柯智恩質疑高雄的統籌 分配稅款很低 陳其邁的競選辦公室表示 普通統籌分配稅款的計算公式 以盈利事業銷售額佔比最高 高雄去年的銷售額 就已經高過韓國瑜時期的數字了 所以是柯智恩搞錯了 走在大社果菜市場 攤販高喊凍蒜 走沒幾步 陳其邁還被支持者攔截 拿出賣賣醫師熊要簽名 熱情群眾讓陳其邁越走越起勁 為了方便擦汗 直接把毛巾掛在脖子 投票日越接近 雙方攻勢也越猛烈 繼柯智恩被綠營指稱 黨前瞻預算之後 柯智恩在臉書PO文 指引陳其邁當行政院副院長時 高雄的中央統籌分配款 跟特別統籌分配款 是十年來次低及最低 要陳其邁說清楚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是政府將全國稅收 統籌分配發還給地方政府 平衡地區發展 至於如何分配 得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 選前黃金周 雙方的陣營火藥味越來越濃 柯智恩也頻頻出動大咖助政 只是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繼毛巾黑馬赫之後 致辭時又出包了 柯智恩的事情 柯智恩 柯智恩 謝謝大家 謝謝 柯智恩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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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彌補錯誤 王金平爆料說三任院長 包含蘇嘉全跟游錫坤 都誇柯智恩是優秀人才 週日下午柯智恩 也將再度跟韓國瑜合體 這位前高雄市長能催出多少票 拭目以待 新新聞 中央林謝嘉玲採訪報導 而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今天下午舉辦遊行活動的時候 在活動開始前發生了一個插曲 圓民男子突然衝上宣傳車 拿著麥克風表達訴求 過程中居然還亮出了刀屑 但還好警察第一時間上前僵人壓制 來迎男子手持麥克風站在宣傳車上 正準備高談過論 下一秒就被大批警力一擁而上 當場壓制 換個角度看警方發現男子手裡握有刀屑 察覺情況不對勁 立刻爬上宣傳車抓人 但對方繼續頑強抵抗 幾名員警費了好一番功夫 這才順利將他逮捕上銬 三名員警和麗江人帶上警車 不過現場依舊一陣混亂 金銜場面就發生在二十號下午 一點多台北市北平東路上 當時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正準備舉辦遊行活動 沒想到卻爆發意外插曲 引起現場一陣騷動 根據了解原來流性嫌犯 當時會突然衝上宣傳車 是為了要表達訴求 不過因為遲遲沒有獲得台下回應 一時心急才會亮出美工刀 索新一旁援警即時發現 第一時間上前噴辣椒水制服對方 據宣傳車拿麥克表達訴求 並有不理智的行為 經本分局在場安全維護的警力 即時發現立即上前使用辣椒水制止 索新最後指示虛驚一場 不過懸戰倒數六天 就怕還會有更多意外插曲 北市警方也繃緊神經 出動上百名警力戒備 不容許選前為安出任何差錯 今週有賴信洪偉濤 採訪報導 不過選情激烈的台北市 藍營每天舉辦敲鐘大會 助攻對手陳時中防疫不利 而綠營則是把防疫當作正面宣傳 雙方對於防疫的成果各自表述 北市選戰似乎因此 有點拉回藍綠對決的態勢 包括學者研究身為前衛福部長的陳時中 一旦陷入具有爭議的疫情 恐怕會堆高自身的寵恨值 防疫指揮官九百零八個歲月 競選影片打出陳時中 引以為傲的防疫成績單 僅扣溫暖人心團結防疫 但同一個議題到了對手陣營 成為負面表裂的攻防焦點 一二三 藍營自選前十九天 每日舉行直播敲鐘大會 向陳時中與民進黨提出質疑 主打議題就是防疫 各位要注意這個時間 二零二年去年四月就已經合併 變成入資公司 可是高端疫苗的採購時間 是在五月二十八號 換言之在採購前 就已經為入資了 關於這個老調重談冷飯重炒的議題 衛福部已經回答恩賜了 對於疫情的窮追猛打 來為自己秤聲量 國民黨僅要高端疫苗合法性 藍營瘋狂敲鐘 綠營死命戶中 一共一手把選戰拉回藍綠對決盤勢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超中大會的一個發想 就是因為陳時中的禁總 每天不斷地來抹黑 甚至於攻擊蔣萬安 所以讓我們已經覺得無法接受跟忍受了 他們有點話虎不成反類權 而我們上週的每日一問 陳時中競選總部對於蔣萬安陣營 提出來的都是鏗鏘有力 有憑有據的 社會各界對於蔣萬安從政以來的爭議跟檢驗 宣簽攻守交換 國民黨主攻守炮火始終瞄準防疫 包含三加十一破口 與疫苗採購案等等爭議 也似乎獲得成效 陳時中先生在神壇上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萬民擁戴 因為當時大家覺得他防疫做得好 但是當大家覺得他防疫做得不好 而且甚至有很多黑箱的時候 自然他的仇恨值就會升高 陳時中是比較高一點點在台北市 他負面的東西 不管是疫苗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其他的一些作為 比如前陣子的那個所謂的 什麼拉手的事件等等的 按照我們的研究顯示 就是說這種仇恨值的高低 主要是來自於政治精英怎麼去論述 他的論述是有關的 他這個主要是被那個 那個政治精英的論述 所導引的 學者認為陳時中的仇恨值 來自於政治領袖的輿論動員 但要從喜歡到不喜歡 再演變成被討厭 仇恨值是如何被越堆越高 我們頂多對一個人我們有好惡 喜歡不喜歡 但是你要說到仇恨 我覺得那是特別被經營過的 被製造出來的一個名詞 因為仇恨的過程中 那是一種極度的不舒服 被仇恨的不舒服 仇恨別人就舒服嗎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仇恨其實是一種 內在的投射 所以在造成這件事情的人 他本身內在投射是 他把選舉看成是一種仇恨跟對面 國民黨狂批防疫 也拉高了陳時中仇恨值 但建立在防疫成果 從醫護的角度而言 恐怕不見得有效果 藍營在做這件事情真的要很小心 當你在打陳時中 或在打說防疫做得不好 可是你要清楚說 防疫不是只有阿中仁在做 是所有全民在做 所有醫護同仁共同努力付出 退讓犧牲才造成成果 那你怎麼可能去切割說 我打陳時中仇恨 不用做得很差 指責陳時中防疫 是否也抹煞醫護人員的付出 拉仇恨這一張牌 造成了對立與競爭 仇恨將可能主宰台灣的正當選戰 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 就是說在民主國家裡面的選舉 不只在台灣 在歐美國家也有這種現象 就是說我並不是因為 喜歡你這個人而投給你 因為我更討厭另外一個人當選 那我不得不投給你 這個當然是不好的 就是說你慢慢慢慢 再撕淚這個台灣的社會嘛 就是說你造成一個兩群人 就是說一個是很喜歡自己的團體 另外一個就是很討厭對方的團體 若討厭的力量成為催出選票的動力 仇恨值支配下的含淚投票 台灣民主選舉的核心價值 還剩下什麼 近新聞 彭星儀 蘇宏傑 採訪報導 基隆在選前 又出現新的火花了 藍綠兩位候選人 蔡世穎跟謝國良 剛好到了同一個市場掃街 雙方人馬強碰 一度尷尬 稍後帶您關心 基隆選前真的出現近距離的肉搏戰 今天一早 藍綠兩位候選人剛剛好到了同一個市場掃街 謝國良 謝國良停下來讓林佑昌跟蔡世穎先過 不過後來謝國良的陣營又喊口號嗆聲 要綠營把最近在基隆那些攻擊謝國良的布條給拆掉 不過綠營不理會繼續掃街按照自己的節奏走 國民黨金融市場候選人謝國良掃街拜票突然暫停愣在原地 因為有一個聲音慢慢靠近 原來其中市場林佑昌拿著麥克風帶著蔡世穎來到新市場 兩派人馬碰頭了短兵相接幾乎零互動好尷尬這時 謝正寅突然嗆喊拆布條氣氛緊繃 但綠營完全不理會 基隆最近出現草地上位成功等布條 謝國良認為被抹黑 沿路共民進黨祭出選舉奧波 台電選舉日搞停電 所以我們很擔心投票日的供電的穩定 是台灣民主的基石 這個是很神聖的 千萬不可以在投票日當天去做任何的停電 可能國民黨覺得自己會作弊 會作票 然後會用台電的方式停電 別人也會一氧化呼籲 謝國良你實在是鬼扯超級的厲害 蔡適應怒轟 鬼扯 台電已經做出回應 投票當天取消例行檢測 希望別被模糊焦點 那全台灣都知道 那一天就是台灣最重要的投票日 只有台電不曉得 台電可能也變成選舉機器了吧 我們基隆捷運正在進行了對不對 我們軍港西遷正在實現了對不對 基隆從黑白變成彩色了對不對 主打林佑昌正機牌 總統蔡英文選前最後一個週末 來到基隆為蔡新站台 現場融入上萬人 藍綠拼場選前最後衝刺 金星文做什麼了 2022九合一大選 金星文與您一起選戰臨時差 您好我是王玉婷 身為北北基共同生活圈的議員 基隆市落到了誰的手中 對於雙北未來政策的推動跟連貫 是有極大影響的 所以不管藍綠呢 都想要緊緊的握在手中 今年選戰 基隆市長一共是有五位的候選人 五黨籍的黃希賢 曾國民 時代力量的陳維仲 最重要就是這兩位了 藍綠推派出來的候選人 包括國民黨的謝國良 要來阻斷民進黨蔡世英的接棒之路 但是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 近三屆的基隆市長的選情 我們一定要提到他 那就是林佑昌了 因為包括了2009年2014年到2018年 這三場的選戰他都有參與 先來看到是2009年的部分 他對上的是國民黨的張通榮 雖然當時這場選戰他輸了 但是只能說是雖敗有榮 因為注意看你可以看到 林佑昌當時的得票率 還有42.08% 接著是2014年 林佑昌這場選舉 徹底血齒 打敗了藍維推派出來的對手 謝麗公 即便到了2018年 寒流席卷之下 林佑昌繼續替民進黨 穩穩地守住台灣統 我們講到林佑昌 能夠在這一片藍大於綠的 基隆履歷戰功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抓住了中間選民 為什麼我們說中間選民 對於基隆來說那麼的重要呢 就是因為基隆民眾 大多是在外地求學工作的 再加上媒體曝光 多數都是集中在六都為主 不要說一般民眾了 可能連基隆人本身 對於候選人的熟悉度都不高 所以往往是在選前最後一個月 才會進一步了解候選人的名單 以及他們的相關證件 那麼到選前最後一個月 擺脫原本的藍綠選民 沒有色彩的中間選民 是制勝的關鍵 今年來看有三成左右的中間選民 將會左右選舉的結果 那麼今天選戰呢 還有一個觀察點 那就是藍綠分立了 曾經擔任基隆市黨部主委的 黃希賢脫黨以五黨籍的身份 來參選 是否會分散掉謝國良的 藍綠優勢選票 還是能夠擴大票源呢 接著我們來看到 民進黨也是有危機的 民進黨派出來的蔡世映 面對內外夾攻 因為政治光譜比較偏綠的 時代力量成為重 有沒有可能拉走部分的 綠營支持者選票 還有林歐昌呢 他的施政成績 對於蔡世映來說 會是光環還是包袱呢 選前最後倒數 分秒都是制勝點 而在苗栗選情 空戰不斷升溫 民進黨苗栗縣長候選人 徐定真指控 最近臉書粉絲專頁 湧入了大量攻擊的留言 批評國民黨候選人 謝福宏的支持者 變成紅衛兵 謝福宏回應 這是子虛烏有 還有兩千零四年 陳前總統兩顆子彈 來比喻 反酸徐定真 再欺騙選民 選前黃金周徐定真 繼續掃接敗票 藍綠候選人最後衝刺 只是苗栗選戰 空戰逐漸加溫 徐定真在臉書指控謝福宏 這兩天被大量帳號攻擊 數量已經超過一般貼文的十倍 不尋常的數字 讓我懷疑這就是所謂 網軍出征 苗栗要變成紅衛兵治國嗎 以偶託的真相 徐定真臉書上 確實出現不少梗圖 有一張放上綠營大咖照片 附上標題 真正恐怖的是與民進黨共存 還有人言論攻擊 我先下架民進黨 把你們綠共趕去中國 與民進黨的選舉負面文化 謝福翁還把前總統陳水扁扯進來酸 比喻成319槍擊案翻版 言論引發爭議 徐定真則希望把選者拉回正軌 檢視候選人 選舉一步一腳印的啦 有人說選舉就是總算帳嘛 算你過去做了些什麼嘛 算你現在在做什麼 以後可能會做什麼 那我過去是做什麼 大家已經檢驗再檢驗了嘛 謝福宏繼續打綠痛批民進黨奧波 被徐定真咬定出動紅衛兵圍剿 紅衛兵風波讓苗栗選情 在網上引起討論 更成為全國網友關注焦點 聽新聞之後報導 再來關心台南的選情 麗拼連任的黃偉哲 今天下午在麻豆舉辦大型的造勢活動 一改先前佛系選舉的作風 針對謝龍借的房產以及民宿 頻頻發動攻勢 不過謝龍借也反嗆說財產 他都已經如實申報了 倒是黃偉哲對雪甲槍擊案 還是交代的不清不楚的 支持者們大喊動算台下其害飄揚 把握選賢最後一個折磨 黃偉哲十九號下午在麻豆 舉辦大型造勢活動 屏東縣長潘孟安 特地被上台南鄉挺大力汗出 第一名市長就是黃偉哲 現場湧入超過上萬名支持者 或許是感受到壓力 讓黃偉哲一改佛系選舉步調 開始針對謝龍借的房產爭議 步步逼近 這個費用取得那麼低 然後這個收費那麼高 中間的利潤所在 既然這是公開資料 那就公開的這個記者會 他公開回答那就好了 黃偉哲指引謝龍借名下 除了擁有四十四筆房產 還有土地開發公司四千四百萬的債權 懷疑他和土地重劃業者關係 並不單純 更嗆他到底是市議員 還是不動產業者 我還希望打虛擬之爭 可是我們都一直被打 對 要緩急 被打十次也要講一次吧 那你那麼委屈 找你辯論你又不願意 我們可以當面來辯論 現在還得來得及嗎 還有六天嗎 我認為大家都可受公平 所以這不是罵的問題 賴音攻擊雪甲搶擊案 尚未破案 綠英泛基房產爭議說不清楚 謝龍借荒衛者絕鎮台南 熱度越潮越高 近新聞黃一軒 陳志豐 張靜函採訪報導 至於南投的選情 國民黨在南投縣 已經執政長達十七年了 所以這裡過去 一直都被視為藍大於綠 而過去綠營選舉失利的背後 跟派系互鬥大有關聯 所以這一次推派學者出身 背景單純的蔡培惠 一方面外界都認為有助整合 反觀藍營的許淑華 之前因為寒流吹起的神力女超人風 但是面對過去國民黨籍的縣長 都有貪污官司 被民進黨大打是黑金正智 南投這場兩個女人的戰爭 被譽為是十七年來最焦灼 看到臺北記者來訪 蔡培惠熱情地搖上車 這後面是日月潭 我家就在山的這個邊 還抽空吃碗豆花 大家好 我是蔡培惠蔡桃貴 自稱蔡桃貴 這就是蔡培惠的草根性 透過一口流利的台語 和鄉親逐桌問候 時不時手就搭上肩 這樣林家大姐的風格 如果你以為絲毫不帶殺傷力 那就錯了 不要這樣 這一鞠躬舉得好低好低 蔡培惠在台下各個擊破 就站在台上的對手 對他來說像空氣 這一刻南投同鄉會 在水里巷的這場 奉還潮聯歡會 煙霄味大過人情味 但蔡培惠有往直前 不想錯過這個機會 因為我是半工半讀 才念到台大博士 所以我覺得我在當縣長的過程 我會很努力地去走每一個地方 有感南投城鄉差距大 蔡培惠放棄安穩的大學教授工作 踏入政治界經過國會磨練 熬到為黨出征 但政務的重量卻比想像中還要生成 年齡選戰民進黨內高層點名南投 是重點關注選區 約國民黨已經長期執政長達17年 要拼收復失土這次選舉 可以說是最有機會翻轉的一次 翻轉高手 為了韓粉 許淑華神力女超人來相見聲明大噪 這時候的韓國瑜是在選總統 換成許淑華選南投縣長 韓國瑜也要來還人情 穿雲件來超熱氣氛 那我也必須承認我的對手 他的知名度很高 回到南投在地 許淑華換上白襯衫也換個人設 出身政治世家的他 從新議員 南投市長到立委 從政二十年 但要朝勝選之路努力 也不是沒有地雷 賴清德站台挑明的說 前縣長李朝青貪污弊案 前任縣長林明珍會選判刑 國民黨形象崩壞 南投人還要忍受嗎 加上攤開近年一些數據 南投不見得真的是鐵板一塊 因為從總統大選得票率來分析 2016年民進黨一人配 拿下五成二得票率 朱王沛僅有三成二 2020年英賴沛也有近五成一 二度超越國民黨韓張沛的四成四 那民進黨為什麼拿不回南投 蔡培惠無奈把派系掛在嘴邊 因為南投人過去其實 有給過民進黨機會 2005年時任縣長林宗南 要進選連任 卻在初選中敗給蔡黃狼 接著兄弟系強最後拱手把江山 讓給國民黨的立朝青 這一讓一晃眼17年 往後每一次選舉失利 原因都難逃派系互動 每一個政黨都有派系 蔡培惠它不屬於任何派系 它是屬於我們南投縣民的派系 學者出身的蔡培惠背景單純 成為她贏過對手的關鍵優勢 但南投過去政治光譜偏藍 可能也和產業結構有關 作為觀光大縣 蔡英文執政後兩岸緊縮 日月潭的遊客瞬間少了一半 沒了人潮 沒了前潮 對民進黨來說可能也沒了選票 那反而會把一些很高品質 像好比一些日本客人韓國客人 很明顯的他們就會不見了 大家現在對觀光的期待是說 我重視的是值 而不是只有量 陸客品質見仁見智 加上疫情後 國人報復性旅遊 讓業者漸漸不在乎誰執政 在乎的是誰能幫到忙 在民間是繞境嘛 那我就去 然後結果那個民間查查的 他說你一定要動算 你一定要動算 因為我是這二十幾年來 第一次去解決民間灌溉用水 缺乏問題的人 一聲聲響亮歡呼 一次次承擲彎腰 蔡培會默默鴨子滑水 兩個女人的戰爭關係到 南投這片好山好水的未來 進行為李嘉倩 廉志豪 南投採訪報導 中信兄弟奪下了今年中華職棒總冠軍 順利達成二連霸 今年兄弟球團在台中市區 舉辦瘋狂遊行 跟十五萬名球迷共襄盛舉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特別到場力挺 而且在遊行開始前 他向台下球迷喊話說 明年三連霸也要在這邊不見不散 也被外界解讀 是在為自己的連任信心喊話 台中市區集滿中信兄弟球迷 街頭湧入一片黃海 大家都來慶祝總冠軍二連霸 讓球迷還翻天 總冠軍是誰的 黃海的 祝總林薇祝帶著總冠軍獎盃 和球迷一起分享喜悅 中信兄弟球團二十號 舉行風王大遊行 台中市長吳秀燕也特地 穿上球衣到場力挺 謝謝中信兄弟 你們是我們台中的城市英雄 愛你們喔 我們明年我們一起加油 明年三連霸 在這邊不見不散 謝謝大家 約定明年贏得三連霸 繼續在這裡不見不散 換句話說 是替連任市長先信心喊話嗎 這一語雙關 對手蔡其昌聽在耳裡不是滋味 盧市長一向都是這麼驕傲 他都認為他鐵定當選 所以也不用跟市民認真的拜託 不像蔡其昌 已經講了九百多場 跑遍台中每一個角落 你們也是第十號球員 所以我來跟你們講 也是跟你們恭喜 沒在市政公園參加遊行 身兼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的蔡其昌 現在在終點站 台中週記棒球場 等待球員來這裡大集合 你不管是什麼政治角色 政治工作 還是要回歸你喜歡棒球 你是真球迷 我覺得這個才有意義 市長和會長 雖然和球迷一起同歡 但卻選擇同場不同框 也許是因為不想讓職業運動 沾染太多選舉政治位 以免模糊焦點 新新聞孫兵方趙建林採訪報導 魔獸霍華德來台的第二場比賽 今天下午對上台中太陽隊 最終以94比103輸球了 稍後帶你關心 魔獸霍華德來台的第二場比賽 今天下午對上台中太陽隊 霍華德秀出了爆扣 也有賞對手火鍋 所以第一節還有領先優勢 撥到了第二節 太陽隊急起直追 三名羊將火力全開 把比數給拉開了 太陽就使出了包夾戰術生效 讓霍華德無力逆轉 最後就以94比103 霍華德輸給了台中太陽 這也是魔獸在台灣的第一場敗戰 給了對手白薩一劑麻辣火鍋 還翻全場 魔獸霍華德接連 第一位單打 終距離跳投 頭下第一顆爆扣 發揮主場氣勢 火力全開 也帶領桃園雲豹七開得勝 全場尖叫聲止不住 只不過到了次節 霍華德一下場休息 台中太陽陽將陛下 以及艾倫 逐漸拿回主導權 集起直追 上半場打完 雲豹以51比54落後 至於賽前恰恰要投爆魔獸的 上季T1得分王勢東 也開啟標分模式 第三節打完 逆轉以80比75超前 儘管霍華德頂著競散七歲身軀 熱鬥四八分鐘 拿下二三分 十助攻於九籃板 卻連兩天與大三圓擦肩而過 最後仍以94比103吞敗 這也是魔獸來台首敗 霍華德下一站 將在27號換到太陽主場踢館 是否上演絕地大反攻 我們拭目以待 進行為 因為昨天 霍華德首度在永豐雲報出戰 就上演了精彩逆轉勝 所以今天的比賽呢 也讓球迷擠爆了國體大球場 連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一家 還有藝人王子 跟網紅館長都來朝聖 超人妝來了 粉絲來了 藝人 網紅 就連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也來朝聖 非常的興奮跟開心 我覺得他昨天很神奇很厲害 我希望他可以持續地 帶給台灣一個很棒的一個 球技的展現這樣 然後繼續他的神話 我覺得昨天真的太厲害了 全被這魔獸旋風吸過來 看到場內那麼嗨 場外可沒閒著 豪爾相關球衣球褲 雲爆周邊商品 藝人一拿就是好幾件 首戰當天 周邊商品銷售額更達兩百萬 球迷的消費力 花錢沒眨眼 四件球衣 我朋友 我朋友要買 我自己也想買 第二天同樣是迎來大批排隊人潮 從球迷甚至員工 都是霍華德粉絲 我是他的粉絲 所以來這邊公讀 他已經跟他打招呼了 然後前幾天工作的時候 就有遇到他 他也摸了頭髮 週日 桃園雲爆 主場對戰了台中太陽 為了一督霍華德精彩表現 不僅門票秒殺 甚至連場外周邊小吃 都一樣賺飽飽 準備四千 四千隻香腸 然後今天有多加一千隻 我們的觀眾太踴躍了 昨天賣的已經超出我們的預期 所以我們今天有多準備 像我們昨天設定是一千份 我們今天又準備一千五百份 魔獸彷佛擁有魔力 一雷兩天的賽事 將直籃話題炒熱 更拉抬周邊商機 近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還有很多人期待的是世足賽 但世足賽主辦國卡達 涉嫌常年騎士移工女性 跟多元性變族群 引發了維權團體抵制 一向挺人權的法國總統馬克宏 卻說運動不該被政治化 被外界痛批太為善了 稍後帶您關心 美國前總統川普過去因為言論激進 引發社群媒體抵制 推特也封鎖了川普的帳號 不過在馬斯克接掌推特之後 昨天推出了為期二十四小時的投票 讓民眾決定 川普能不能夠回歸推特 最後永川派以不到百分之四 險勝了反川派 所以川普可以回歸了 不過就在馬斯克宣布 讓川普回歸之後不久 川普說他才不屑回推特 馬斯克執掌推特鬧得整間公司 忍揚麻煩 如今在丟震撼蛋 馬斯克十九號在推特上舉行投票 詢問網友們是否贊成 讓之前被下禁令的川普 重返推特 歷經二十四小時 共計一千五百萬名網友投票 最後永川派以百分之五十一點八 險勝反川派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二 馬斯克表示人民已經表達他們的心聲 川普的帳號將會復活 最後還用拉丁文寫下 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不過川普表示他不屑回推特 還說推特一堆假帳號 自己的社交媒體True Social才是王道 華風一轉川普又開始痛批拜登父子 宣稱他卸任以來遭到拜登政府政治追殺 一連串有關去年國會暴動的調查 還有今年八月私人住宅遭到FBI突擊搜索 都讓川普已再喊冤怒斥司法不公 川普痛批的特別檢察官是前海牙特別戰爭罪法庭檢察長史密斯 剛被美國司法部指派監督針對川普的兩項刑事指控 一邊打選戰一邊打法律戰 看來川普大概真的沒有時間上推特 今新聞 林梅姐 王可清報導 馬來西亞昨天舉行國會大選 柏林人意外的是曾經擔任過兩屆首相的政壇老將馬哈蒂連任失敗 由於他已經高齡97歲了 所以政治生涯恐怕就此畫下句點 而根據目前開票結果 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席次過敗 旋制國會成為定局 馬來西亞19號舉行國會大選 根據目前的開票結果 高齡97歲的前首相馬哈蒂遭遇53年來首次選舉挫敗 無法連任度假勝地蘭卡威選區席次 這是自1969年以來馬哈蒂首次在大選中勢力 這可能頗使他長達70年的政治生涯畫下句點 馬來西亞今年政局混亂 四年內換了三位首相 現任首相伊斯梅爾因內部壓力 烏統黨內分裂等因素 於11月10號宣布解散國會 提前舉行大選 這次大選總共有2117萬合格選民 參選更是爆炸 共有945位候選人 禁逐222個國會席次 是歷來候選人最多的一次大選 根據初步開票結果 反對黨領袖安華為首的西蒙 拿下最多席次 但仍未超過籌組政府所需的 112席門檻 懸置國會成定局 不過率領國民聯盟的前首相 慕尤丁還沒認輸 表示同樣在協商籌組下一屆政府 因此現年75歲的安華 能否實現他的首相大夢還有變數 近新聞 中時捷 周成為報導 動物園明星團團在昨天離世 動物園今天一早就湧入不少民眾 前來悼念談談 稍後帶您關心 動物園明星團團在昨天離世之後 動物園今天一早就湧入了 不少民眾前去悼念 至於他的遺體也已經採樣 跟解剖完畢 後續等待製作成標本 虛弱趴在地上休息 這是團團與照護員的最後互動畫面 團團19號下午沉睡中離世 隔天動物園大貓熊館 一早湧入大批民眾來悼念 我們髒髒話特別過來看的 對小朋友來講說少的可以少 看了一隻小動物這樣 就蠻可惜的 因為畢竟他這樣物種也都很稀有 然後在台灣其實他也都受到很好的照顧 男也傷心情緒 因為童年回憶 如今只能從照片跟筆記本懷念 還有民眾帶起貓熊法庫紀念 不過團團遺體後續處置 也引發關注 因為動物園透露醫療技術團隊 在確認過團團沒有呼吸後 十九號就開始解剖取樣 會做相關研究與保存 剩下的肌肉等身體組織會先冰存 再焚化處理 未來要找專家討論做成標本 消息傳回中國 中國國台辦也發聲明回應 面對團團病事也感到痛心問息 貓熊作為國保值的兩岸珍惜 等了三年多 他們確定在這個月二十三號 就要移民台灣 隨著團團員約二零零八年來台 兩岸關係更跨進一步 事實上大貓熊的外交官人生 據傳可追溯到西元六百八十五年 唐朝女皇武則天送了兩頭貓熊 給日本天舞天皇 在近代中華民國也曾在一九四一年 由宋美玲贈送一對大貓熊給美國 甚至一九八七年 台灣還曾引發假貓熊事件 一九八七年 台南一家動物園宣稱 引進一隻會吃竹葉 毛色黑白的黑白熊 引發全台關注 因為有專家認為他是貓熊 事後真名是烏龍一場 從假貓熊的紛爭 到真正的團團員員 再到台灣時代的政治紛擾 回顧歷史 大家都已經被貓熊的呆萌模樣 深深收服 近新聞 劉沛庭 蔡玉如 採訪報導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楊芳傑 我們再會 這次見面 我們的視頻 總值得分析 我們的視頻 我們在此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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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